本期视频由FoodSync独家赞助 FoodSync是一款专注于腿播脚播的直播APP 满足你的一切独特 进入Tag页面挑选罗族 丝袜细腿标签 小姐姐等你来互动 想让小姐姐穿猫耳 也能一起喵喵喵喵喵 跟有各类福利主播展现超大尺度 你懂的故事 想跟主播聊天就来约会见面 美腿播播 让你聊天 嘿 刀爆 小礼物是解锁 嘿嘿嘿 福利的密码等你发掘 之后你想不到没有主播不敢玩 送一三一四礼物还可以加到主播微信 想看更多美腿美胸 马上点击下方连接下载 再不信你想怎么料就怎么料 资讯栏和评论区的专属下载地址 内涵更多 修修 福利 只等你来 大家好 我是 今天要讲 进一间好公司 可以改变你一生的故事 故事开始 我们的男主角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这天是他相亲的大日子 他打扮得漂漂亮亮 来到Sandu Cafe 哇 看来相亲的对象 相亲女 长得很合男主角的胃口 可是当相亲女知道男主角是三无青年时 他就很果断地拒绝了他 还羞辱了他一番 当然 男主角也欢迎颜色 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 然后男主角就去找了那个介绍相亲女的好基友 大骂了他一顿 突然 滴滴滴滴有SMS 哦原来是有job offer啊 男主角立刻去interview 这里是一家烹饪学院 而且老板还是一位美女 男主角interview非常成功 多几天可以去上班了 隔天男主角的学长得知男主角成功interview烹饪学院后 他很羡慕咯 因为他曾经上过那里老板女的课 真的是很幸福咯 虽然我不懂他幸福什么啦 几天后男主角就抱着很期待的心情去上课 可是 这里除了老板女之外 其他的都是anti what the 果然谣言都是骗人的 就这样男主角开始了第一天上班的生活 小鲜肉嘛 大家都对男主角疼 哎 有加 尤其是这位年很大女 接着很快的第一天工作结束 其中一名学生包猪婆来找老板女 哦原来他学厨艺 也是为了绑住自己的老公包猪公的胃啊 他要老板女偷偷帮他 他可以免费一个月租金给他 可是被老板女拒绝了 之后男主角总算适应了在这里工作的日子 连很大女每天都来干照男主角 可是男主角对老板女是真 哎呀 绝对不会为别人所动的 这天老板女让男主角去买一些东西 回来时 哇 老板女在睡觉觉啊 他 哎呀 security破坏了他们的好事 what the 隔天男主角一如往常的去工作 当他来到仓库时 哇 老板女在和包猪公玩黑草原撞黑草原的游戏 男主角很失望咯 他来到吃餐厅 大家都很热情的招待他 就当他在坐下时 一周末有人脱他裤子的 然后 啊啊啊 接着男主角等学员们离开后 想翻开桌布时 哎呀 老板女走了进来 他被抓了去煮东西 煮啊煮 煮啊煮 就是没有搞 但是两人的感情总算进了一步 晚上学员们相约男主角一起去开party 然后喝着喝着 你懂的 男主角的第一次就给了年很大女 what the 隔天男主角和好机友喝茶 这时 滴滴滴滴 又有sms 哦 原来是老板女告诉他 有新学员来啊 哇 新学员居然是相亲女啊 哇哇哇 相亲女还是老板女的子女 what the 所谓不打不相识 一打就出事 两人很快的成为了好朋友 这天包猪婆又来找老板女了 他再次请求老板女帮他下厨 骗包猪公是自己主的 可是老板女不是很愿意咯 但是又不好意思拒绝 这时男主角的机会来了 他立刻上前帮老板女结尾 来博取好感 等包猪婆走后 凭着老板女老道的经验 他猜测男主角应该知道了他们的事 于是就向男主角坦白 原来两人是青梅竹马 然后再来一个 错综复杂 导致两人不能成为夫妻 接着两人又相 对方 所以老板女只要委屈一点做人家的小三 然后说着说着 老板女就哭了 看到这一幕 男主角心就软了 他决定帮他和包猪公切断关系 这天男主角在老板女的房间时 刚好老板女和包猪公进来 男主角立刻躲了起来 哇 两人正在吵架 吵着吵着 包猪婆突然又来了 然后包猪公也躲了起来 情敌相见 当然 分外眼红 包猪公一个不讲武的 偷袭 炸 告男主角的 哎呀 好痛好痛 看见这一幕 包猪婆也很醒目立刻离开 然后包猪公也出了来 他觉得自己被戴绿帽很不爽咯 大骂了他们一顿后 也随着离开 老板女很伤心咯 他带男主角去公园喝酒 男主角也在这时来了一个表白 可是却被拒绝了 好吧 你不要我 我去找别人 然后 你懂的 然后隔天连很大女也因为不懂什么事出国了 What the 男主角很伤心了 这时他又想起了相亲女 他相约他一起出去玩 可是又被拒绝了 哦 原来相亲女有了新的对象 没有办法 他只好转去找老板女 这时老板女正在喝酒啊 所谓女人一醉 男人有机会 结果不 不知道 一天天要 就这样老板女被男主角征服了 两人还去找包猪公 断绝关系 包猪公很伤心咯 他喝得非常醉 好心的男主角只好送他回家 结果万万没想到 男主角又被包猪婆看上 一场 的事又发生了 正当男主角以为自己走牢 桃花运时 这天老板女突然要和男主角分手 因为他知道老牛吃 嫩草 吃鸡 莫待老 男主角是不可能和他终身的 男主角真的很sat 没有关系 因为还是那句老话 上帝关了你的门 不要怕 因为他已经帮你的物质upgrade了 没错 相亲女和他的对象分手了 男主角又和相亲女成为了好朋友 他还去他的家吃东西 接着就在回家时 哇 原来对相男的新女友是老板女 What the 男主角被老板女炒了鱿鱼 因为他要关了烹饪中心 但是他对男主角说 领走前会送一份大礼给他 哦 原来他要向相亲女坦白 他和对相男的关系 然后让他很伤心的喝醉酒 再打电话让男主角过来 接着就是送他回家 故事最后 相亲女也被男主角的 征服了 两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故事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我明白 缘分冥冥中自有安排 拜拜